我在拍廣告 到晚上12點 我還沒有回家 12點 看到他寫說 欸 Where are you 妳怎麼還沒回來 下一句話 你知道我那天氣炸到 我就一直 我的手都差點斷掉 因為我就一路 回家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傳簡訊 罵他罵他 罵他 然後就 以讀不回 我暴怒冷戰兩天 我有一個天生 就真正發生的一個故事 我要跟你們分享 而且這個是才發生的 讓我暴怒冷戰兩天 然後呢 我跟你講 前上個禮拜我在拍廣告 到晚上12點 我還沒有回家 12點 然後我已經忙到 我已經忘了 為什麼我先生都不傳簡訊給我 我想說我去哪裡了 終於 我一下來 他們就把電話給我 就看到他寫說 Where are you 妳怎麼還沒回來 我想說他終於 關心了 說老婆妳辛苦了 你們 下一句話 真正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 已經11點59分 老婆不在家 問Where are you 下一句話說 我的睡衣在哪裡 然後你知道我那天氣炸到 我就一直 我的手都差點斷掉 因為我就一路 回家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傳簡訊 罵他罵他 罵他 然後就 以讀不回 然後第二早就說 妳好一點了沒有 我說好了 我已經好了 沒關係 日子繼續過下去吧 對 要不然怎麼辦 對 要怎麼辦 所以妳回家的時候 他已經睡著了 早就睡著了 告訴你 我還在哪兒 就睡著了 我還在家 都睡著了 就睡著了 要快一點